中华文明的发展 中华文明之间它是可以共享的 如果没有差别性它就谈不上共享 不同文明会有不同的经验 那么这个经验当被别人去解决之后 它会加入自己的现实需要 实际上我们都是在为我所用 为我能用 为我适用来做的 我们要尊重和有益地保护文明的多元性 因为文明多元性它能推动文明的发展 如果真正要做到这一点互相尊重 现在必须要西方文明 就是欧美西方之外的 得有一个极的文明 它能够跟它打平衡对称的状态 过去不对称 但是中国的崛起可能使这个情况发生改变 不论是我们的人口很多 我们历史更悠久 我们有很多文明遗产 因为它确实现在西方文明 也留下了很多不能解决问题 首先如果我们